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進來高桂林市中心 跟大家分享即將掛牌的名單 亦發現原來我們的頻道做了兩三年 都沒有認真分享過高桂林這個地方 尤其是它的座房和市中心的便民程度 有什麼配套 之前的影片全都是山水人家 所以就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身處的建築就是1188 Pine Tree Way 它是M3是Cressy建的2016年建築 我相信住在高桂林的朋友都可能比較熟悉 如果不熟悉都不要緊 我們現在周圍走一圈 但大家很容易認的這個建築 我們先走一走 現在我在M3最高層48樓 其實它發展商預留了48和47這兩層來做會所 周圍都是落地玻璃 就可以在很漂亮的風景環境之下 大家可以做健身 做瑜伽等等 稍後會和它走一次整個健身房 現在我們就分享一下周邊的配套 Cocquillum市中心多condo 其實都是聚集在我們這個area 就是Lincoln Sky Train Station 和Cocquillum Center以北的這幾塊土地上 我們這一棟 M3 by Cressy是2016年交樓的 在這一堆交樓的condo裡面 其實是最新 也是最高的一棟 2016之後 暫時沒有新的建築交樓 我們的高度也令到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座座的建築 全都比我們矮的 包括M2和M1 M2是前面這棟 2013年 還有就是M1 就是那邊是200多年交樓 所以都是比較舊的 這一堆condo 都差不多是由零幾年 到一幾年交樓的condo 說回位置 這一條是Pine Tree Way 我們的地址是1188Pine Tree Way 這個Pine Tree Way都是大街 然後前面就是Sky Train的軌道 那個站是Lavart Lake 然後旁邊也有一個Lavart Lake 那邊就可以看到煙花 我們的單位是705 方向也可以看到煙花 但是最近的Sky Train站 其實就是我們的樓下 走兩分鐘的Lincoln Sky Train Station 我們這邊是向北 向東 向南 現在看不到的位置 就是Coculum Center 還有行基等等的配套 我們繼續看看這個專訪 剛剛看了這個位置 這裡過來 這個是樓下47樓 就有些普遍地區 大家可以隨時上來坐一下 喝杯 聊聊天 做些事 也有些派對室在樓下 然後這裡 有一個可以 是純粹用的沙門 的Yoga Room 大家帶一張瑜伽一隻上來 就可以休息一下 大家看到前面這一棟 就是Sephora by Polygon 那一棟應該要說 一兩年時間交樓了 現在是未建好的 所以是最新的那棟 那這些 看過外觀都知道 那年份就會再舊一些 然後呢 大家會看到 遠一點 還有幾棟的 還有下面有一些幾層樓高 那一堆就是 另一堆比較新的建築 他們主要是賣場景 就跟我們Coculum Center 這邊的距離就稍微遠一點 我們看完這邊的Yoga Room 旁邊還有一些 舉重多舉重設備的Dream Area 我們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這個方向其實就是向南 我們就會看到 這裡就會是Coculum Center 還有行基等等 下面這一座 綠色的建築就是行基 這個也是Coculum Center之外 比較大的商場 然後大家看到下面附近向南的平房 其實都是大大小小的窗 裡面是買東西的 吃東西的 全部都有齊了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住在我們這一堆的建築 包括M3裡面 如果你要去 買菜 你有大統華 你有行基裡面的食物店 吃東西的話 就很多數之不盡的 中餐、韓餐、西餐等等 而如果你要買衣服 也有H&M 還有一些店舖 買電器也有Best Buy 這個就是Coculum Center 裡面的配套也非常方便 我們待會其實 打算拍完影片 也去大統華賣菜 好了 我們現在就回到Unit那裡看看 我們現在就進來 我們即將掛牌的這個單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樓層就在7樓 就是705號單位 是一個兩房、兩次、兩車位、兩房間的單位 那個Layout其實很簡單直接 就是門口進來洗衣房 之後就是一個很大的廚房位 飯廳、客廳、兩邊分開房和洗手間 發展商是Cressy Cressy也是屬於溫哥華這邊 比較精品和做事比較漂亮的發展商 也很可靠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沒有太多機會去拍Cressy的東西 所以這次就講得比較詳盡 大家看到這個廚房是分開兩邊的 這個也是屬於Cressy的一個比較代表性的 一個廚房的設計 他盡量想maximize 無論誰住在這個單位裡面 都可以有很多放東西和煮食的空間 所以廚房這裡有一個U-shape 我們看到很多發展商U完之後 雪櫃放在這裡 那就完結了 但其實大家會看到 這裡全部都是台面 以及上面和下面的儲物空間 真正的雪櫃就是這裡 是雙門雪櫃 然後上面是雙門雪櫃 下面就是雙門冰櫃 牌子是Bloomberg 這一幅Pantry Wall 或者它的廚房Pantry Wall設計 可以說是Cressy獨有的 但當然了 越來越多發展商都會參考這樣的做法 所以大家不一定要在Cressy才找到的 不過這個標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面是儲物空間 這個也是另一個經典設計 整個可以拉出來的Pantry 它塞滿了東西的 我特地有問過它可不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它說好吧 希望大家不要笑它太多零食 塞了很多東西吃的 真的跌在後面也能撿回來的 大家放心不會撿不回來的 拿個鉗就撿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儲物量有多大 這個是可以拉開的櫃 嘩 塞了很多東西 然後這裡是微波爐 Panasonic 焗爐是Fogamilano 也是大焗爐尺寸的 而且這個高度很適合大家看東西 抹東西 下面繼續是儲物空間 我們說回這個U-shape的話 一個Island 它的Island你可以在這裡坐幾個人 然後因為它們基本上是一對雙雙雙居住 所以它們就沒有再放餐廳 它們其實是由2016年交樓的時候 已經是一幅居住了 一幅居住到現在沒有出租過 整個單位清潔程度 維護程度都是很適合的 也看到有很多東西 放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一樣跟大家介紹 首先是這張桌子 其實交樓的時候沒有的 它就去找師傅去量身訂做了一個 可以這樣抽起來的餐廳桌子 大家看到它下面是有兩個很實淨的教位 去支撐著這張木桌的重量 你拿高一點 這個就是它們平時吃飯的時候 很多次就是用這張桌子 或者可以做儲物空間 大家看到它那邊也有一個電掣 可以插電 插電器 或者說普通電器 廚房電器也可以 然後這個洞可以放在酒廳櫃櫃 現在它也放了很多飲料 在這裡吃飯 然後台面空間這裡 Sink分了兩個 一大一小 大家看到它自己再加裝了一個濾水器 這個過濾器 跟我平時見的大部分過濾器 都有一點點不同 它是另外還有一條水管 它的運作 這個也是另一個Gadget 這個叫做Sense Water 我們說回過濾器 它運作的原理 其實溫哥華在加拿大這邊的水裡 都有很多微量的金屬元素 其中譬如我知道最厲害的是Copper銅 所以有些時候大家家裡有浴缸 你會看到用得久會有些偏紅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元素 還有其他的 運作原理就是裡面有些類似磁石的東西 可以把一些微量元素吸走 然後吸走 然後在這條管裡排走 如果你開水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裡一邊開水 一邊在排走水 這裡一邊在排水 然後濾出來的就能喝 另外它有些沒有辦法 用那個磁石吸走的味量元素 它就會還有一部機 裡面有一個過濾網 去將那些過濾了 定期都要去更換清洗這個濾芯 這樣你長期去喝這些過濾了的水 就會好一點 我們剛才 屋朝給我們試過兩杯 即是生的水喉水 和過濾了出來的水 其實味道真的有分別 喝完過濾了的水 再去喝水喉水 你是明顯會喝到一陣 好像沒有那麼誇張的鐵瘦味 但微量 總之味道有點不同 所以這個都是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可以裝 他跟我說 其實這個還有其他功能 它只是用喝水 但其實還有些什麼洗濾 即是可以加酸 幫你清洗一些物件 或者是美容的 例如女生 我們有時候洗臉 酸鹼質調度 是比較適合用來洗臉護膚 這些都是可研究的功能 我們還未仔細研究 等我一下機仔 回去和我裝一個 包括這個水喉 他當初是自己換了一個 是有感應器的 這個就是你的手放進去 好像我們去很多 比較高級的高用廁所的感應器 上面這個就是 即是觸碰地打開 然後不用觸碰 手上去又關 方便你洗生肉 或者手很骯髒 你不用經常觸碰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下面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包括他的 5個GAS的爐頭下面 這些櫃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不打開了 因為有人在住 你會看到 打開了15番 管理費就包括了 GAS 匯所施司等等使用 有400多元一個月 5個GAS爐頭 剛剛也說了 這裡在七樓煙機上面 其實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些一個個 都是可以放東西的櫃 加上這裡 都是儲物空間 其實也放了很多 其實也放得很整齊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門口 這邊還有一個進來位 就是放得來所有房最遠的 laundry space 乾衣機洗衣機 都是大的condo size 好 我們繼續進去 房間進去進去 來到這裡 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這裡是屋主 安裝了鞋櫃 這個也是不好看 太多東西了 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客廳在中間 分兩邊房 這個其實是主人房 它的方向是向北邊 大家可以看到sky train 還有看到遠處的山 那個方向是lavert lake 所以在這裡其實有看到煙花 我們在七樓的單位 下面五樓是中央平台會所花園 另一個會所是花園 所以其實這裡下面不是 ground level 看上去好像沒有七樓的高度 是因為前面有個平台花園 讓大家看看綠花 這個主人房是足夠可以放到king size 但他們現在是用來當作書房 然後這裡過去兩邊是衣櫃門 放衣 而且它裡面也已經做好這些架 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特意去訂造 然後這裡洗手間 Cressy剛才也跟大家解釋過 或者分享過這個發展商 是晚工出小火的一類 沒有太多太多項目 但是每一個都是精品的 現在這個洗手間是有new heat 所以我們在用的地磚 去到冬天可以是floor heating 整個設計是5 piece 兩個sink 然後座廁在這裡 有shower和bath tub 我留意到它這邊都是all tiles 而它的bath tub 都是比較好的feature 有多條水喉 現在很多時候 我想我現在分開下來的大部分新樓盤 它的bath tub都沒有了再分開這樣shower 除了一些溫室櫃盤 然後這裡就是shower 它的shower 我留意到它的纖維底座 但它做得很高 跟浴缸這裡是一體式的 優點就是你會減少你流水的風險 因為它做得很高 大部分的水向下傾斜 有時候我們大部分纖維底座是這個高度的 它跟那些磚之間的磚縫位做得不好 或者你太累本去清理 也有機會引起 即是可能積水或者漏水發磨 它做得很高 水能走得下 還有再加上你這個彎 少少腰就可以清理的角度 容易清潔 所以這個feature我覺得挺好的 2016年交流的時候 已經有了無框玻璃的設計 就更加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不要馬上感覺已經很足夠 這個是TOTS的桌面 上面是整塊大鏡 我也留意到屋主這邊都是擠小膠 亦沒有任何發霉的東西 所以它整體來說是保持得很好的 變成你平時的水彈上去 都不會那麼容易擠在裡面發霉 下面這些櫃面的顏色 就是適合剛才外面的廚櫃的顏色 然後這裡剛剛好 主要看完 再跟大家看看第二屋 首先客廳 對 客廳 客廳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這些燈 全部都是當初的 V燈 包括剛才房間 上面這些很長的燈 都是當初交流之後 屋主就找了一個裝修師傅 再找了 license 電工 全部都搞好了 所以這間屋就算去到晚上 都全屋比較光亮的 因為這邊很多condo 客廳都是沒有燈的 只有飯廳有燈 這個位置就是主要向北 和剛才房間的方向一樣 然後也有一點點西邊的cornerview 有一個露台仔 這邊可以入一些光 所以 所以 從早上開始 都會有些光 但又不會太曬 這裡看出去 就充滿了 green 雖然還有幾棟樓 在我們附近 但你也看到很多樹 然後兩邊都有些山景 這邊向北 然後 我們看完露台了 我們就去看另外的房間 現在屋主 這裡是客廳 廳很大 因為沒有再做dining 但如果大家需要放飯桌 就可以在中間的位置 我們現在去看看另外 這間屋的設計 主人房在那邊 2nd bedroom 和2nd bathroom很近 下次 感覺好像套房一樣 這個房間還有一個特色 景觀是差不多 可以看到樓景和山景 它也是多西邊的corner窗 所以這間房間就會更加光亮 然後我們再看看洗手間 這裡 這個就是2nd bathroom 就是3 piece 這塊是雲石桌面 2nd bathroom 也是有地暖的 這個也是現在不少樓可以做到 很多時候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 無論是新樓還是樓花 很多時候是主人房 可以給你加地暖 但2nd bedroom就沒有了 然後這幅洗手間 有些特別的設計 兩邊是白色的長磚 這裏是透明一塊細格磚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洗手間 跟大家分享兩個洗手間 這間屋基本上已經看完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踩的這塊地板 我不會說憑感覺 雖然作為經紀片應該憑感覺說 但我覺得是很實淨 我不知道是不是硬度的問題 它是用比較好的Laminate 有些時候我去某些房子 尤其有些化妝屋 它用很差的地板 你踩下去是會有些 不能說軟的誇張 但有一種感覺 這隻地板 是我入屋 無論是用眼去看 它的色彩 每一個地板之間 用了那麼多年 從2016年到現在 但我都覺得是比較實淨 是比較好保持的 是不是工程師的硬度 當然不是 都是Laminate 對 不過它的表面可能不知AC多 有些AC5、AC6的表面 是比較硬 對 我就是覺得它的表面是硬 你不會 我們家裡的地板是不一般的 當初一開始 記者做裝修的時候 還未懂得選擇 所以我知道我們家裡 踩下去 都是有一種軟的感覺 另外做一些細緻位 例如它大部分的Lighting 都是做了Dreamable 對 很多都可以Dream 這邊 然後包括這裡 客廳 飯廳 這個不知道Dream哪裡 這個洗手間 對 所以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Well maintain得比較好 這個單位有兩個車位 兩個Locker 現在是P1 Lip口出來走兩步 就到了 這是其中一個車位 171號 它寫著small car 但其實它稍微短了一點 不過 寬度也是足夠 可以拍到一個small size SUV 好像隔壁 其實也是small parking 就拍了一個medium size的SUV 另外一個車位 就在二樓 也是 升降機位 走出來 又是幾步路就到了 同樣寫著small 但是目測過闊度 也足夠你拍到一個 車仔 車位對面 就是Locker Room 4號房 它就有個2號Locker位 你看到是比平常 我們平常的死車程度 是大的 這裡之外 還有裡面 放了很多東西 剛剛那個是Oversize 另外一個是長邊 standard size 的Locker 所以大家如果家裡很多東西 都可以有兩個Locker用 我們現在就來到一樓 即是地面的Level 它48層高 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它有四部升降機 去Service 都比較足夠 然後它每一層 還有一個獨立的1 我剛才有七樓 也挺貼心的 然後來到Lobby Area 大家會看到 有個Reception 有姐姐坐在這裡 早上8點到晚上8點 有人可以幫你接送包裹 有些簡單的問題 可以幫你解決 我們由門口出去 這裡 大家就會看到 因為外面已經是Pine Tree Way 比較繁忙 沒有什麼停車位 所以這裡就有個Roundabout 大家可以Drop Off 或者是拍 我想拍就不給了 Drop Off可以Pick Up 這樣就方便一點 我們出來跟大家看看這條街 現在就拍完M3 就準備下班了 我們去回我們 車我們拍在後面那條街 就打算去Coculum Center 買些送回家 因為那邊有很多東西買的 我們剛才看到M3下來 都還有些不同的店 譬如有些是珍珠奶茶 旁邊有Dentist 然後前面有一家拉麵店 這個Richmond都有這家拉麵店 對 這家拉麵店好像挺有名的 Muracama 然後旁邊都有些Cafe 變成大家真的不想開車 直接下樓 都叫做可以吃東西 喝到Coffee 你就是下街 你都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選擇了 這個是M2的樓下 這個是韓國菜 然後對面馬路 就是Bosa Evergreen 那裡也有很多地舖 所以其實在街附近走走走走走走走 都已經有很多吃東西買東西的地方了 我們在我們開車去大統華 兩分鐘的路程之中 我們發現原來周邊有很多食肆 那次覺得更有趣 讓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又停下了 這間貌似是一間日本的 好像蠻好吃的 但我不知道 如果有朋友熟悉Coculum 可以告訴我們 然後在這間正前方 這間大家應該熟悉一點 高帕餐廳 在溫西 高帕 溫西十多街 二十多街 那裡都有的 我經常吃高帕餐廳 吃甚麼 那些不是茶餐廳那類的東西 然後 這邊已經是Coculum Mall 那裡是Warmark 再多繞一個前一點就已經是大統華了 那這裡就已經有數之不盡 我名字都叫不出的 細摩 這個摩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種族的食物 有韓國餐 有餐廳的文章 是甚麼文章 有中東 Islam那些食物 有地中海的餐廳 有酒 那邊就有衣服 原來除了M3樓下有一堆食肆之外 你來到Grand Central這邊 這身身舊舊的建築 下面都有很多 天府 我發覺這裡有很多 Salon 就回到Glane Drive 這條街 原來去到旁晚上開了燈 都變成一番風味 整條街都有很多食肆 這間是吃甚麼的 廢餐 有得看球 這間是吃甚麼的 是Social House 這間Brown Social House 然後看看 現在終於入秋 地下開始有些紅葉黃葉 有些感覺 這間是賣乾果類食物的 又有一間日本食物 不開的 很多餐廳星期一、二不開 星期三都開到星期日 星期一都應該開的 可能今天公眾假期不開 有些髮型屋 很多髮型屋 那邊吃個K 這個是針灸 這個是Dental 這裡有個藥房 那是M3 其實大家在外觀上 都見到M3是比較帥 相較起碩屎外場多 M3基本上是玻璃為主 風格上不同 銀行配套都多 然後這裡裡面 還有一個Village 類似是購物店 這條街上 也有很多餐廳 譬如一方飲茶那些 那裡有村菜 這裡有一間日本食物 前面有一間Pizza 吃西餐的 這個Grocery Store 這些是小的買餐店 其實經常會有客人 或者有朋友 不太熟悉溫哥華 或者沒有機會來 就想了解一下 Coquitlam是怎樣 到底好不好處 是不是真的傳說中那麼遠 或者不方便 那希望這條片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對這個城市的comment 對我來說真的不算太熟悉 平時吃飯都是Richmond Burnerby 溫西多 很少很少進來Coquitlam 但今天和大家走一圈後發現 其實都很方便 下樓已經很多食物 而且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因為大家看到它的城市規劃是比較遲 相對起 譬如溫西溫東的地方 所以它的malle 周邊附近 都會做得比較公整 會多些樹 多些綠花 其實你現在就這樣看 已經很多風樹 其實我每次開車入去Cocquitlam 走7號或7號路線的時候 入到Coccurum已經到處都是樹 所以你覺得是一個花園城市的感覺 然後望向北邊又有Wesherportal 又遠一點Burke Mountain 望上去就是山 所以整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所以大家住在Coccurum 除非你真的有江衰 每一天都要去單坦上班 如果不是你大部份 每一天其實是Home Office 或者你在Burnerby Surrey做事 住在Coccurum也是一個很舒適的選擇 有Sky Train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拍到歪了 什麼?好直嗎?你好 歪了 什麼? 好 我們還是來了戴通話 是啊 不要阻礙別人拍車了 拍得多漂亮 我們在家裡有什麼?要買什麼? 什麼都沒有 檸檬嗎? 沒有 我們可不可以推WARMARK的車進去大房嗎? 現在是沒有那些兜兜車的 要拿嗎?頂 是啊頂 這個大風很差 我們不可以買很多東西 買這些吧 偷人家的車 你的蛋卷要買嗎? 想要啊 有沒有 我想吃的那些蛋糕 不如買兩個鮮果塔 我現在想吃 你很喜歡的 拿兩個鮮果塔 我媽媽在吃水果 不如現在肚餓 你有什麼給我吃呢? 我去吃飯了 回去吃飯了 整個小時的 好 買一買 不買了不買了 都阻止我吃東西 我買一買一買 蛋撻吧好嗎? 好冷的 那行了快點買菜 你想買什麼? 買菜買肉而已 菜在哪裡? 紅雞翼 可能買光了 就這樣吧 買個雞翼 這個吧 OK 通菜驗藥 檸檬啊 通菜好 全部都 凍凍的 葉 一試一試 那現在買檸檬嗎? 兩個檸檬 我拿吧 不用了我來吧 蛤? 最後呢 我們今天買了一點點菜 32個多 那就買了蛋糕 早餐 雞翼 drum stick 4個多 芥蘭 3個多 2個多 不知道是什麼菜 卜菜 那個叫通心菜 教過 謝謝觀眾留言 叫什麼菜? 卜菜 什麼卜菜 VOK嘛 卜菜嘛 不是 等一下 通菜 這個是芥蘭 這個是white 岸菜 這個才是岸菜 岸菜 是通菜 白通菜 這個是 惡菜 是白菜 白菜 然後兩個多 買了火箭菜 還有最後買了 雞翼蛋 7.9 拜拜 天黑了 拜拜 雞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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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翼蛋